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晚安,我可能看了香港时间晚上三点 英国时间晚上七点 这节是英美时段,但我预期 我估计在香港时间早上我做了一节 今天应该是全家族的 都猜到的 这个立法会选举真是搞出大头发 刚才我说批评日本没有出声 但比我想象中快很多工作 我猜到美国会做事 我猜到美国应该是在这段期间 美国会做事 这个我刚才也说过 因为这个跟美国人的工作节奏有关 美国政界就不会真的休息 聖诞就真的休息那几天 然后就要回去工作 美国也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的立法节奏的问题 但是我看到美国和整个英国的态度 想象整件事加快M倍 因为刚刚G7发表声明 G7的话就包括欧盟 意大利 法国 德国 日本 现在是说G7都出手 全面出手 这个很大势 如果七国 七国 七国集团说不射你这个选举的话 这是很大件事 为什么G7的声明比五眼更大事 五眼 五眼明明就是开片联盟 五眼 但问题就是五眼是因为以前香港都算是五国援防的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五国援防 其实某个程度上是五眼的延伸 所以如果是一个防卫上 那就是由五眼出手 但是如果是G7对香港金融中心来说 但是这件事就是 差不多主要工业国不看的头 还有欧盟 因为这次欧盟加上去是G7 plus EU 所以整件事就 如果是G7 plus EU EU 出了 出了 出了这个声明 不用说了 EU已经是跟美国声明来了 所以说EU够申请 之前我还说 After Christmas After New Year 现在我估 当然如果做Directive 应该也是的 问题就是 我估计欧盟的政策方向已经定了 就是你这个选举是假选举 我就不理 这个也很合乎 昨天欧盟 所有欧洲国家的报纸的看法 全部都觉得是假选举 老实说 如果你 怎么认识这个选举 就没有办法跟公众交代 所以我想之后 什么立法会 什么访问团 那些没有 一定没有了 你就可以访问人大 没有人承认这个民主议会 而且这个会出 香港经贸上会出现问题 因为大家在那个法律 那个承认那里 因为你不是一个 正常选出的 一个议会 即是你比非法议会 我告诉你 甚至可能随时 人家眼中根本真的是非法议会 所以你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人家很多国家很多东西 都不会想跟你签 或者跟你合作 因为你任何要 差不多要议会 confirmation的东西 你都很难做 即是你这些东西要对等 即是你当然要说 有些人说 那什么独裁国家 那大佬是独裁国家 那些是 那些是 你现在是 你香港是要 under那个 你有个献职 有个国际条约 香港的献职 即是 即是 独裁国家呢 有时 都可以说 那些是当地人民选择的 OK 即是当地人民 所以 有些欧美国家 都不是说什么国家都可以 都会干涉 但问题是 香港是 你的 憲政是 是非常 和欧美国家簽的 一个国际条约 你现在 你把别人的国际条约 堆毁了的话 别人不抬 是 合理的 因为 你都不守 这个都不守 还有什么好守 所以你说 七国集团出手 而且日本也 都签了 就是日本被人夹了上船 日本被人夹上船 就是民意的问题 你看到岸田文雄 政府是没有办法在香港和欧美国家的问题上 采取一个夹派立场 之前也有很多人放弃 你会夹派立场 老实讲 我都对日本是很有保留的 你看到我上节都这么说 但我估计 美国真的夹爆了日本人 就是说 你不要打算 玩两手 不要这样 南航也 有时候他还放过 因为南航的问题 始终他还有一个和北航交往的问题 但是南航 大家会了解 南航是比较复杂的 那个情况是 但是问你 日本你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日本这次 这次比较大事 日本就 没有位置走 日本真的没有位置走 日本他要迫着 他要迫着走眼 这次 就是日本之后 我估计如果日本 日本会不会放舊船 就不知道 因为日本始终的移民政策 大家都知道他迫街的移民政策 就是他一直都是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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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半個日本通我都明白,我半個,假裝日本通 但是日本被人夾了,所以日本應該有Sension 日本要跟Sension,不能不跟 因為G7已經出了,日本已經沒有位置走 日本以往都不出聲,記住 現在G7簽了一份,就會被人夾了 這是G7首要議題,一組人全身就盯著 所以你現在明白,你叫人投白票,或者叫人不投票 又說通緝又拉右鎖,你又說通緝又拉右鎖 現在G7就說,我頂你嗎? 我頂你,一句我頂你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這次立法會選舉搞出大頭罰 你完全毀約了,就是人家西方國家最重視就是 你的民主進程 你現在是倒退到這個地步,英國管治年度的畢業 就沒事了,這個所謂的 什麼27號,我不知道他公佈了什麼 中共 你27號那個,我相信最後結果就是 27號之後,在西方的所有 西方國家的香港人,就地留下 我估計結果就是這樣 怎麼回去呢?你肯定27號那些是神經病的 肯定瘋到爆我 我懷疑27號之後,就真的倒數了 倒數撤走日期,就真的倒數了 沒有人說想怎麼離開自己家園 說真的,我明白的 其實去留曾經那時候 我是一個印尼排華受害者的後代 我是叫大家離開 當然是,我考慮的東西是安全 但是感情上我明白大家 為什麼一直不想動 我明白的,沒有人想 毛家家離開自己家園 這件事你很難瀟灑的 我明白的 問題就是現在的情況就是 第一越來越差 第二就是這個新的立法會 完全收不到西方承認 一國養制完全是崩潰的 一國養制高度自治 就算你扮到有缺 人家也不看這台戲 習近平這樣會發瘋的話 大家的互動會怎樣 所以我說2022年是很空險的 我覺得 我還沒做過2022年大事回顧 我打算是聖誕的時候 2022年大事回顧 因為沒有時效性 可以肯定 私房書那些 我可以做肯定的內容 聖誕我幾天好 就大教訓 明正言順大教訓 我看 並不是這樣 我看這個情況 現在的情況很加速 我也看到 明年應該 劍拔老張也很厲害 我猜 香港人真是最撤離的時間 大致上在明年上半年 明年下半年是什麼世界 但是我已經 我不能保證 因為G7這麼快 作反應 一定是 拜登政府的底線 民主峰會 我猜民主峰會期間 拜登政府已經定了調 基本上整個西方已經定了調 就是這個問題 還有一件事 就是現在英國外相 卓維斯 卓維斯是一個強硬派 而且還有一件事 我要記住 卓維斯隨時是下任首相 卓維斯 政府 那個 抗議程度的問題 是比大家想進化 現在是怎樣 他兼任脫歐大臣 我猜是給他一些難題 那些BREXIT 想玩他 但我猜未必 因為如果現在搞到很接近戰士狀態 一是卓維斯 做戰士首相 一是卓維斯 如果BREXIT 做戰士首相 他用什麼 要重返歐盟 用什麼古形精怪 或者臨時和歐盟 後製重組 關稅同盟什麼 他什麼狗之都可以做 因為那個詩 已經是一個特殊狀態 非常時期 就可以有非常麻煩 我猜是這樣才能夠壓得住 那些餘在夢中的BREXIT 這是我作為一個英國人的看法 也是這樣的 英國有時候也是這樣的 BREXIT 這件事本身是一個情緒用事的問題 英國人的情緒很奇怪 好了 第二件事 你看到美國政府法 其實那個跡象也看到的 就是Secondary Sension 中聯辦幾個副社長 全部被人惡禍 那些人說 那幾個不是之前Sension 是 但他下了Secondary 他下Secondary 這次是全家制裁 全家及其關鍵人物制裁 你一下Secondary Sension 你知道有一點 他現在的選舉結果 還未公佈24小時 立刻Secondary Sension 就是第一 美國財政部已經預算了 第二 美國政府已經不認為 還有不同的溝通空間 Secondary Sension 就告訴全世界 大家聽到就是 我現在要尷尬你 你這樣的選舉 我尷尬你 跟著 陸續有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 所有陸續有的東西 只會更硬 硬到爆 隨時怎麼天天和你Sension 我猜這個 其實本來是民主峰會 其他Sension 但他先看這個選舉 看看選舉 怎樣香港人的反應 如果香港人自己受我們 你也幫不了他 問題就是 現在說明就是香港人不受這個選舉 那就行了 出師有明就一下子打 你這樣 因為你出師有沒有明 這個很關鍵的 這個 即是有時候 你西方國家做這些事情 你要怎樣 你要有一個大 你要怎樣 你要有正確 因為你知道中國也有收買一些 混蛋 幫他做事 在西方國家做 但是這一次就是怎樣 那些投票全部沒有發聲 不會有發聲 怎麼發聲 香港人不要這個選舉 你不能發聲 你的投票這麼低 你的投票是你自己說的 即是三成是你自己說的 但我相信 西方國家的情報機構 或者外交人員 是有做自己的 那個選舉的觀察 即是其實 如果你真是一個 這個我上一節本來都想說 但我可以說 為何今次 這麼嚴厲 即西方的出道 出手比我想 還要快 即是我本來已經覺得很快 如果我講到這麼快之前 我估計很多人都不相信 有沒有這麼快 黃先生 但今次我為何這樣說 就是 如果一個 威權體制國家 或者接近威權體制國家 變回民主 例如軍政府還政於民 其實是政變 所謂完善選舉制度 根本是政變 如果你要證明 那個選舉制度是民主 或者選舉本身是公正 得到當地人的廣泛值 第一要高投票就可以了 第二就是 你要找人做 你要找選舉觀察員 你要邀請西方民主主 你要民主國家做觀察員 你不能夠對觀察員的行動 作出施意限制 那些觀察員是可以自由 在不同地方接觸當地民眾 觀察的點票 票箱運作等等 全部都可以觀察的 然後在選舉監察團的觀察之下 有一個第三派對的結論 就說 這個是一個公正的選舉 或者這個選舉有問題 或者這個選舉 根本是不民主的選舉 一個是manipulate的選舉 是這樣的 國際社會也是這樣看的 所以如果你說 你真的講到自己 完善了選舉制度 如果你講到這麼完善的話 你很簡單 你應該 中國政府 邀請主要西方國家 來觀察選舉 你當然不是喝喝吃吃 就是正式的選舉觀察團 然後那些票 那些怎樣安排 那些等待 選票過程是怎樣 公正清楚 明白 其實你的候選擇 你有篩選已經不公正 但是至少你整個過程 或者有沒有被迫投票 問題就是你整件事失敗了 整件事失敗了 整件事失敗了 你沒有做這些事情 然後你說自己的 叫做完善選舉制度 就叫做頂你 你這個毀約行為 所以你這個毀約行為 一確定 西方就怎樣 就聲音下去了 因為他猜到你下一步 應該做更多的事情 還有現在西方 考慮到一個危風險 如果你現在 連半個民主派都沒有 你不要相信狄志遠 狄志遠是混蛋 23條會過的很快 然後有些 譬如說入境條例 或者入境條例過了 但可能出一些更瘋狂的法本 香港外匯儲備 可能被人刮兇 很多這樣的瘋狂的事情 就會跟著來 所以你這一次選舉 你這樣玩 他現在這樣搞 就變成西方 決定現在 批准了你的選舉 接著就可能 就開始推出很多事情 希望香港人更快離開 接著如果萬一台海 因為台海的局勢一定會惡化 因為現在西方還有一個考慮 就是大家知道 一個一個考慮的系統 就是台灣的關係 如果中國政府完全不搞一個樣制 完全不給我面子 攻台是很理解的 如果攻台或南海有戰事 如果有戰爭危險 因為你知道 習近平民已經沒有錢 如果有戰爭危險 西方國家一定要 第一 要在台灣部署軍隊 第二 就是要撤離平民 就是開始 你就算不撤走BNO 或者特區護照 救生電腦 自己本國的平民 都要安排撤離 那麼現在 在疫情下 撤離的時間 是要早很多的 現在比常風運動還差 我說過很多次 現在比常風運動還差 所以我經常叫人走 所以我都勸過 如果是走了的人 不要回來 走了的人 不要回來 現街一定不要回來 除非你有一些 如果你真的有些事情 要回來香港 因為你知道 二十一天是隔離的 如果你真的有些事情 你必須要回來香港做 真是很必要的 你一定要有一個計劃 就是你差不多隔離了之後 你完成隔離之後 你隔離期間 有些事情可以隔離其間做 隔離其間做 譬如你說記訊 那些可以 如果有些事情 是一定要隔離之後做的 你就隔離之後 盡快做完之後 就盡快離開 你覺得那些是你家 不好意思 現在那個不是你家 那些是戰場 是一個準戰場 麻煩你和我清理局面 不要這樣 我希望有些人 如果可以早點離開 早點離開 你不要緊到 真是西方撤僑 就一片混亂我 這個不行 因為你現在看到局勢 人家審訊都這麼快 你就知道 西方正常這些事情 出了聲明之後 你不會隨即 sansion完才聲明 但是你今次是 比國財政部 一個聲明之後 sansion 如何獲了幾條人獲獲之後 才來G7的聲明 老實說 很少發生這樣的 很少的 真的 你現在是做了事情 我做了事情才發聲 OK 之前發聲 發了一下 五眼圓民 大家以為 你都不說 沒有行動 誰不知就馬上已經做事了 已經把譚鐵牛 那些混蛋都拿去 然後 還有他樂樂的 財政部的公告 很有趣 他跟著 terrorism 放在一起 他覺得這些人 全部都是恐怖分子 OK 你想想 把譚鐵牛的名字 和這個terrorism 連在一起 在美國的網站 你這樣看 SEO那是甚麼 你這樣想到 就是 terrorism 譚鐵牛 這樣拿起來 你還明明玩他 你擺明明玩他 如果你去到這個玩法的時候 然後才推出G7 你看到很清楚 就是 美國 吹雞做事 美國全方位吹雞做事 而且有可能 如果拜登政府補充一個 這個executive order 是根據香港自治法的 進一步擴大針對香港的行動 我覺得 一點都不奇怪 甚至 有一個行動 我真的要警告 我過了美國會考的 用在香港身上 之前都說過 2000年的時候 Fone Sweep 系統 變相令到聯會終結 你記住一件事 香港的聯會有效運作 其中一件事是 香港 所謂香港關係法裏面 有一個條文 說 容許香港政府使用美金 使用美金這件事 那是一個保證 你沒有這個保證的話 金融機構是差很遠的 做事 現在不是跟你開玩笑 我不希望 當然 沒有人希望那些最辣的事發生 就是 很少美國政府這樣做 是這麼快的 選舉結果之後 24小時 兩 G7聲明 五眼聲明 財政部 Secondary Sension 全部無先兆 美國也沒有說 我也是看著投票 我一早就批評了選舉 但是 他沒有說 投票來背上他的行動速度 不得也 他這次就出奇不必 就是 我用了投票來基於我的行動速度 而香港市民的規定 非常清楚 香港市民就是不看他這台戲 行 我出私下名 我就堆了 所以我可以說 昨天是一場公投 只不過昨天的公投 玩法就比較特別 就是 你不入票站 就是一個意向 入了票站 就是一個意向 但是大家 立法會選舉的議員 選些什麼 不要緊的 全部反正都是屎 100% 100%是屎 純屎 現在就是 大部分人不進去 公投結果已經出了 公投結果 香港人就是要回 一個西方的民主制度 你中國這麼粗 大義在那裡 大義在那裡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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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這個就是局勢 所以這次選了 當初立法會議員 這班人是誰 沒事的 現在就是 第二次宣布了 中聯辦的人 如果有一天 所有立法會議員 90個人 我懷疑 新一屆立法會宣誓那天 那一分鐘就怎樣 美國財政部 全部把所有議員惹禍 連行政議會的人 沒事的 那葉劉淑儀 終於得到他要的東西了 被人制裁 恭喜你 現在還沒有 遲早是你的 OK 今晚 第二節講到這裡 第三節 香港時間 接近早上